白菜这样做,太香了,做法简单又好吃 每次出锅就没有剩下锅 大人小孩都爱吃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 首先我们准备一颗大一点的娃娃菜 或者是大白菜 把它的叶子一片一片的撕开 然后加入一体敲的小苏打 倒入适量的清水,浸泡15分钟 白菜在生长过程中会有一些农药残留或者是虫卵 我们需要认真地把它清洗干净 这样吃得也放心 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和面 准备500克的麦芯粉或者是饺子粉 然后加入300克40-50度的温水 根据面粉的吸水性,少量多次的加入 搅拌成面絮 冬天使用温水来和面,口感会更好吃 如果一次揉不光滑 可以松弛上十来分钟再继续地揉 揉到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盖上保鲜膜,放在一边松弛一下 冬天的白菜是最好吃的 尤其是经过三九天的白菜 由于高寒的原因 导致其中的低聚糖大量地转变为葡萄糖 所以吃起来,口感才清爽甘甜 这也是白菜维系生命的条件反射 切好的白菜丁,我们加入一体敲的食盐 然后给它翻拌均匀 放在一边,撒出水分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最后给它切成细小的颗粒 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盆中 现在,白菜也已经杀出了一些水分 取一个笼体布 我们把白菜中的水分给它挤干 这样子放线的时候就不易出水 攥干水分的菠菜一起装入大盆中 然后,准备一块方便面饼 直接用手把它捏碎 加入方便面,可以很好的吸附白菜中的水分 这样子,拌好的馅料就不会出水 30克的干虾皮,清洗干净 放进来,增加鲜味 然后加入点鸡粉 一点点的五香粉 再来两勺香油提香 一勺蚝油提鲜 最后,把所有的调料给它搅拌均匀了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煎好的面团,我们给它分成大小相同的小剂子 500克的面粉,我分了8个剂子 案板上撒上一些干粉 把面片给它擀薄了 厚度大约在1毫米左右 然后加入两勺拌好的馅料 给它平铺整齐了 再准备一颗新鲜的鸡蛋 我们直接用筷子给它搅散 这样子,你就不用洗碗啦 给它均匀的淋在馅料上 经常做面食的朋友 非常喜欢鸡蛋液这样吃 先把其中的一边给它折起来 接着,再把面皮的两边这样对折 馅料就会紧紧的包裹在里面 我们从一侧开始给它卷起 卷的时候,馅料的卷紧实一些 卷好之后,就像一块毛巾 白白胖胖的,非常的可爱 接下来这一步则是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水开之后再去蒸 这样蒸出来的面皮则会非常的柔软 盖上盖子,开大火蒸上15分钟 再关火焖上两分钟 我们的白菜滋卷就做好啦 哇,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蒸好的滋卷皮,亮晶晶的 而且又薄又柔软 由于里面加入的鸡蛋液 小孩子在吃的时候 就不会馅料到处的掉落 咬一口柔软又劲道 越嚼越好吃 喜欢你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 我们下期见